西风骑兵队长 对阵天才不败少年 湖中之城人才辈出 用这个标题的话 面子倒是给足了 那少了些爆点 西风骑士团的顶尖头脑派 竟在五回合内输给桥头少年 如麦穗般辉煌的逆转圣 要不 还是用回第一版 还有什么想聊的吗 最近这卡牌可真是火爆 简直像成了大家生活的一部分 到处都能看到有人玩 而且还真有人为了保持清醒的头脑打牌 把酒都给戒了 迪奥娜听到后 应该会很高兴吧 放心放心 大家都挺好的 我曾经试过拉秦团长一起玩 结果刚打到一半 他就被人喊走了 残局还是由我打完的 唉 真是没办法 只能说是各司其职了 不过看到这次大赛办得这么成功 大家都乐在其中 他恐怕也能松一口气吧 好呀 有机会还想和你也来一句七声召唤呢 真是场精彩的比赛 那位提米小弟 潜力无限啊 没想到提米还真的赢了 我也算是 随败犹容 随败犹容 已经散场了吗 我 我来晚了 米卡 真遗憾你没看到 凯亚队长 居然输了 哥哥 具体是怎么回事 我对七声召唤没什么研究 全靠大家的谈论来理解局势 一开始 凯亚队长很快拿下了 对面的第一张牌 形势大优 但这似乎正是对方的策略 那位叫提米的孩子 靠着前几个回合 囤积起手上的卡牌 最后爆发出了惊人的威力 不 或许这场比赛的胜负 早在凯亚队长 抽到后手的那一刻 就被决定了 我想去喝一杯 哥哥 你冷静一点 现在不是戒酒消愁的时候 据我了解的凯亚队长 他应该也不想看到 你为他难过才对 倒不如 我们也学学打牌吧 说不好 下次还能跟凯亚队长 亲自过招 恐怕会输得很惨吧 你说得对 米卡 赢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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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你们 这样一来 妈妈一定也会开心的吧 葛瑞斯妈妈一直鼓励我来参加比赛 我要把得到的奖品都送给妈妈 真希望爸爸也能看到我现在的样子 我也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提供